学长 这种短局的比赛是不是对选手的神经也是一种考验 偶尔性也比较大 是两个小组 小组循环赛 如果要是采用9.5升或者7.4升的话 它的时间跨度非常的大 所以一般的小组循环赛都采用短局制 我们看到的这位年轻选手就是李航 来自辽宁 我现在有一个紧急的墙台 但是白球的位置应该不理想 我曾经跟李航是打过两次的比赛 记得有一次第一次是在他14岁的时候 这个全国的资格赛 那么之后呢是06年 也就是他16岁的时候 然后第一次是赢了 第二次输给他输得很惨 那次比赛他进入了前四 就是在一星的一战比赛 明显感觉到这两年的时间 现在进步是非常的大 但是李航他的这个特点呢 并不是一个好像跟他这个年龄不是很相符 并不是一个进攻型的选手 整体的球风呢偏柔软一些啊 当然我个人认为还是他的这个大赛的经验 应该是比丁几辉相比要欠缺了很多啊 因为在去年的中国的巡回赛 西安战上面的这个比赛 我去看了一下这个李航的决赛 感觉他在处理球方面啊 还是稍有欠缺 但是呢对于这个 因为19岁的年轻选手来说啊 去年是08年 18岁啊 能够做到这个 非常谨慎的严谨的处理球 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嗯 李航在去年的斯诺克这个战赛上的表现 还是相当的惊艳啊 对 尤其是赛季初 嗯 嗯 其实本次比赛对于李航来说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 锻炼自己的一个机会啊 嗯 因为虽然是他在英国打职业赛啊 但是呢 以他的排名来看啊 他的这个每一轮的对手啊 啊 是不可能碰到像丁尼辉啊 和洪德利啊 摩菲这样的顶尖的选手啊 对 这次比赛这个来的都是前16名的选手啊 对 只有两名呢 是这个我们中国的那个外卡 嗯 这个外卡呢 就给了李航和金龙 对 也就是连梁文博都没有获得参赛机会啊 嗯 所以这是应该格外珍惜这样的比赛机会 对 我现在对于大多数选手来讲呢 这段时间应该是一个修整期调整期啊 对 因为这个市井赛结束之后啊 呃 大多数的这个职业选手啊 都是进入了休假期 因为再开始的话是要到 职业赛再开始的话是要到九月份 哎 只有这个马克赛比啊 在赛前说 我现在练球练的比比赛的期间都苦 嗯 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嗯 这个如果他要是 真是这样的话啊 那么还是 我觉得他应该还是憋了一口气啊 还是想明年把这个世界排名赛网 再往上去提高一些啊 并且这个去年的江苏精英赛啊 大家可能会 呃 老球迷会记忆犹新 嗯 当时是在决胜局 马克赛比对阵丁俊辉的时候呢 决胜局输给了丁俊辉 嗯 哇 赛比又是憋了一口气 要把那个冠军拿下来 嗯 当然这届精英赛的实力还是很强啊 像丁俊辉的第一小组就有瑞恩戴 马卡亚伦 彼得埃布顿 彤德利 嗯 第二小组呢 也有莫菲 卡特 乔佩里和马克赛尔 附加俊 对 都是世界的顶尖的选手啊 嗯 摆着手指的叔叔 可能就是这个西金斯瓦查利文 那 这个丁俊辉是先抓到机会啊 那这个机会主要也是因为刚才李航啊 就是刚才我们提到李航他在这个处理球方面啊 还是 一定的问题 那刚才白球离库边很近 还用这个 把球杆立起来 用低竿想把白球 哎 弹一顾缩回到这个 黑球的后面啊 还是这个打法已经是很难打了 16 结果是出现了这个防守上的失误啊 给了 定义会一个机会 17 哎呦 中带了 你都出现失误了 17 你看这红球已经这个满天性了啊 对 来看一下 这越是这样的局面 这个白球的控制就越要清晰 没错 来 考一考李航的这个走位啊 控球 现在球啊 看似很散啊 真正好打的球啊 1 可以数一数 也就是3 4克 这个红球 红球与红球之间有一些是相互交错的 所以说现在面对这种非常散的这种局面 一定要对白球的这个控制一定要做到精确 因为一个不小心的话呢 有可能就会这个 你想叫的位置被其他的球所挡住啊 那 比方没有强球 打中带去叫低分值的彩球 现在这个架杆的黄球 那可以推上去打顶带啊 可以缩回来打中带 我看是下低竿啊 我看是准备缩回来啊 这是叫到了顶带啊 11 红球的顶带 那看来刚才这个白球与黄球之间的角度 并不是很直 稍稍一点反角 这是不强球啊 嗯 出锅了 对 你这一桌不管是大菜小菜 只要能给吃完就能赢了 对 因为球很散 对我们很多现在的这个 具备了一定的得分能力的业余选手 就喜欢 尽可能的围绕着高分值的时候来打 其实有时候真是不用强球 对 那个这个 斯诺克这场运动啊 对这个整体的构思啊